在这个全球充满骚动的时代 越来越多有信仰的人都转向主 寻求安慰和医治的祝福 我想和各位圣旨持友人今天来谈谈 有关医治病人的事 无论是借着医药 庆幸的祈祷 和借着圣旨祝福医病 后期圣徒都相信 要采用当前最好的科学知识和技术 我们用养分、运动和其他的方式来维护健康 也求助于内外科医生等医疗人员来恢复健康 使用医药时与运用信心祈祷、仰赖甚至祝福 彼此并不冲突 每当有人祈求圣旨祝福时 白汉阳都会问 你运用任何药物了吗 如果对方说没有 因为我们希望长老们按守在我头上 我们有信心 相信我们会得到医治 对于这样的人 杨会长都会回答说 但是对于我所知道的信心是有矛盾的 假如我们病了 求主医治我们 为我们要求 为我们做一切必要的事 根据我对救恩福音的了解 这样等于是我不耕地和撒种 就直接求主使我的小麦和玉米成长 我觉得使用每一种我所知道的药物 和奉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我在天上的父 圣化那项药物来医治我的身体 彼此毫无矛盾 当然 我们不要等到用尽一切其他方法后 才去怀着信心祈祷 或给予治病的圣子祝福 在情况紧急时 都要先行祈祷和祝福 最常见的情况是 我们同时尝试一切努力 这阵符合经文所教导的 我们应该一直祈祷 并且一切事都应该做得明智而得体 我们知道信心的祈祷 无论是单独祈祷 或是在家中 在崇拜场所祈祷 都会有医病的效果 许多经文谈到在医治病人时 信心所蕴含的力量 使徒雅各教导 我们应该互相代求 使你们得医治 又说 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当一位妇女 因摸了耶稣的医治后 耶稣告诉他说 你的信救了你 同样的 摩尔蒙经也教导 主是按照人类而你的信心 凭大能行事 最近在一项全国调查中发现 十个美国人当中 有将近八个都相信 今天奇迹人在发生 就像古代一样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说 他们曾经历过或亲眼看过 神的医治 许多后期圣徒在医治病人时 体验过信心的力量 我们也在其他教会的信徒中 听过这类的例子 美国德州有位记者 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奇迹 有位五岁大的女孩 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 发情高烧 孩子的父母 急忙把孩子送到医院 这孩子抵达医院的时候 肾脏和肺部都已衰竭 发烧高达摄氏41.7度 全身偷红 长满紫色的疹子 医生说这孩子 得到原因不明的 中毒休克症候群 而濒临死亡 消息传到亲友那里 一群敬畏神的人 开始为那孩子祈祷 而他们德州瓦口的 新教徒会众 也举行了一场 特别的祈祷会 孩子奇迹似的 瞬间从死亡边缘回来 一周后就出院了 她的祖父写道 她是个活生生的证据 证明神的确回答祈祷 病情奇迹 的确正如摩尔明经 教导的 凡相信他的人 神都必借着圣灵的力量 向他们显现 是的 向各国 各族 各方 各民显现 并因人类儿女的信心 在他们之中 行各样大奇迹 许多经文教导 对于今天的会众 各位持有 麦其喜的圣职的成人 以及即将接受 此一全能的年轻人 我要将演讲的重点 放在与圣职全能 有关的一致祝福上 我们拥有这项圣职全能 我们也都应做好准备 来适当地运用这全能 由于天然灾害和财务困境 不断增多 再再显示出 未来我们将会比以往 更加需要这项全能 许多经文教导 当主的仆人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运用圣职全品祝福病人时 会有奇迹发生 我就曾经经历过一些 在我年幼的时候 以及长大成人之后 我都见过医治的奇迹 就像任何记载在经文中的 事迹一样神奇 这也是你们许多人 也都见过的 在运用圣职全品祝福病人方面 有五个部分 一 高膜 二 印证高膜 三 信心 四 祝福的话 五 主的旨意 旧约经常提及 用由高膜 是借着圣职全品 给予祝福的一部分 经文上说 高膜是为了圣化之用 而在人们眼中 这可能也象征着 借着此一神圣行动 祝福将从天上 倾注而下 我们在新约中读到 耶稣的使徒 用油抹了许多病人 治好他们 圣经雅各书教导 对于借由圣职全品 给予治病祝福的各项要素 高膜 高膜扮演的角色是这样的 你们中间有病人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祈祷 要救那病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谋赦免 接受到那借着 麦基什的圣旨权柄 所做的高膜后 也要借着 同样的权柄 印证这项高膜 印证的意思 是加以证实 实之切合其原意 长老高膜病人 并印证那项高膜之后 就为主敞开了天上的窗户 使他为病人安排的祝福 庆祝下来 百汉阳会长教导 当我按守在病人的头上时 我期望神的医治力量 及影响 透过我到达病人 而消除疾病 当我们准备好了 当我们在主前 是神圣的器皿时 一道来自 全能之神的力量之流 能经过施住者的躯体 到达病人的全身 而使病人痊愈 虽然我们知道 有许多例子 人们借着圣旨权柄 获得治愈 但我们却很少 在公开聚会中 听到这些事 因为现代启示 警告我们 不可因这些事自夸 也不可在世人面前 说这些事 因为这些事 是为你们的益处 和救恩而给你们的 信心 是借着天上的全能治病 的一个要素 摩尔门经 甚至教导说 人们儿女若没有信心 神就无法在他们当中 行奇迹 彬赛干会长在一次 针对施住病人 所做的知名演讲中 曾说 人往往低估了信心的必要 大半的患病者 及其家属 似乎都全然依赖着圣旨的力量 希望执行世俗的弟兄们 能具有治病的恩赐 其实大半的责任 都在于那个接受祝福的人 倘若病者是神智清醒 而又具备行为能力 治病的主要因素 乃在于他个人的信心 你的信救了你 这句话 由于诸如此一再的重塑 几乎成了一首曲子的副歌 干会长甚至认为 过于频频的要求施住 可能就是显示出患病者缺乏信心 或者就是患病者 自己不肯承担培养信心的责任 而把这责任 推卸到长老们身上 他谈到有位赋予信心的姐妹 接受过圣旨祝福后 第二天 有人问她是否再次 希望再次获得施住 她却回答说 不 我已接受过高摩和施住 这教义已执行过了 现在我理应借着自己的信心 来迎去我的祝福 圣旨祝福的另一部分 是长老在印证过高摩之后 所说的祝福的话 这些话也许非常重要 但其内容却不是 此一祝福的必要部分 也不会记载在教会的记录中 对于某些圣旨祝福 例如教掌祝福 祝福时所说的话 就是那项祝福的核心要素 但在至宾祝福上 却是祝福的其他部分 也就是高摩 静政信息 以及主的旨意 才是这祝福的核心要素 理想的状况是 前来施住的长老 与主的灵 非常和谐 能够得知主的旨意 并在祝福的话中 说出主的旨意 北汉阳教导 甚至只有人说 你们也有权利和义务 去了解主何时对你们说话 何时向你们显示祂的旨意 在这种情况下 所说出的祝福 就会奇迹般的 丝毫不差地发生了 我曾在一些 很特别的致病祝福中 接受到那样确定的启示 知道我所讲的 这是主的旨意 然而 我也像大部分 要说出致病祝福的人一样 经常挣扎着 不确定应该说些什么话 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 长老在接受圣灵提示的敏锐度上 都有高低祈福的经验 此外 我们往往还会因为对病人 有所期望 而受到影响 凡此种种 以及其他肉身方面的不完美 都会影响到我们所说的话 幸运的是 致病祝福的话 并非医治效果的必要部分 只要信心够 只要符合主的旨意 那患病痛的人 就会得到医治或祝福 无论失助的人 是否讲出了这样的话 相反的 如果失度的人 屈从于个人的愿望 或因经验不够 而在提出 劝诫 或说出祝福的话时 超出了主 依照那人的信心 而选择 赐予的祝福 那样的话 也必不会实现 因此 任何长老 都不应该 因为害怕 而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而迟迟不敢 参与致病的祝福 致病祝福时 所说的话 能启发并鼓舞 聆听者的信心 但 祝福的效果 则有赖于信心 和主的旨意 而不在于 施助的长老 所说的话 男青年 和年长的男士们 请特别注意 我现在要说的话 在我们运用神 无庸置疑的 圣旨全能时 在我们 珍藏祂的应许 直到祂必垂听 并回答信心的祈祷时 我们必须永远记住 信心和圣旨的 医治全能 是不能用来 违反祂的旨意 因为 这圣旨是祂的 在那项 只是教会的长老 要按锁在病人 头上的启示中 就教导了这项原则 主的应许是 凡对我有信心 相信会被治愈 而又不是指定要死的 必被治愈 同样的 在另一项 现代的启示中 主宣称说 凡按照神的旨意 求 就如祂所求的成就 从这一切我们学习到 即使运用了 祂的身圣全能 即使病人也有足够的信心 被治愈 但若非主的旨意 即使是主的仆人 也无法借着给予圣旨祝福 是病人的医治 身为神的孩子 我们知道祂爱我们 知道祂有完全的智慧 知道神们对我们的 永恒福祉 才是最有益的 我们信赖祂 福音的首要原则 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 而信心意味着信赖 我曾经在一位重病死亡的 女青年葬礼上 从我侄子所做的演讲中 感受到那样的信赖 她说的这些话 先是令我惊讶 随后却启发了我 她说 我知道主的旨意 是要她死 她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 接受了圣旨祝福 她的名字 摆在圣殿的祈祷名单中 有数以百计的人 在为她祈祷 希望她恢复健康 而我知道 在这个家庭 也有足够的信心 相信她会被治愈 除非主的旨意 是要在此时带她回家 另外 有个十来岁女孩 死于严阵 而我在这位 精选女孩的父亲 所说的话中 也感受到 那同样的信赖 她说 我们一家人的信心 都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不在于结果 在我看来 这些教导 都是真实的 我们会竭尽所能地 医治我们的亲人 然后将结果 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为神的圣职能力 信心祈祷的力量 和这些原则的真实性 做见证 更见证 耶稣基督是主 我们是他的仆人 他的复活 使我们都能不死 他的赎罪 使我们有机会 获得神最大的恩赐 也就是永生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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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